保險套大家都知道 如果使用方法正確 避孕率也只有82% 也有女性的避孕的保險套放在陰道裡面 避孕率只有79% 那我們家的Miles 就是那個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 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避孕方式 每種避孕方式都有優點和風險 希望你大概聽完之後 可以挑選出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對於那些沒有性伴侶的人來說 恭喜你自己就是最厲害的避孕方式了 但你有興趣的話還是可以繼續看下去啦 我現在身體裡面就有一個子宮內避孕器 我每次跟別人提到的邊 心裡就會開始出現一些畫面 然後帶著恐懼看著我 但其實他長這樣 是不是有點像披薩盒裡面 不是說有一個支撐的白色三角架 只是體積更小跟少了幾隻腳而已 總之我覺得子宮內避孕器的好處就是 避孕率高達99% 不用記得吃藥 安裝之後你可以看你選的種類啦 像我這種Marina可以用5年 一拆下來就馬上可以懷孕 這種東西會釋放微量的黃體素 讓精子不容易著床 你不想用荷爾蒙 你也可以選擇用銅做的子宮內避孕器 一次可以用10年 適合不會對銅過敏的人 但有人用後回報說 月經來的量會比較多 可是他還是一個不錯的避孕方式 在身體檢查的時候 醫生也會順便去看一下 你的避孕器有沒有在正確的位置 那我用到現在一切都沒有問題 這個避孕器需要醫生才能幫你裝 過程之中我覺得刺刺的 但不至於會痛 裝好了之後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而且這種東西也不是你跳上跳下 它就會掉出來的 裝了之後月經量就會變得很少 除非你很愛流血 不然這對我來講 是算是蠻方便的副作用 同樣的每種方式並不適合每種人 副作用在每個人身上 可能也不太一樣 所以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找醫生評估看看 再來就要講口部避孕藥 這個藥從一推出以來 經歷各種風風雨雨 過去這25年到現在 其實這個藥進步很多 所使用的劑量 也只有原本開始賣的1.15 副作用比較少 傳統口部避孕藥含有 雌激素和黃底素 會抑制排卵 讓精子不容易穿過子宮頸 避孕率可以達到99% 但就是 你不能忘記吃 風險一定也是會有的嘛 然後副作用有些人覺得 體重會增加 有些人會有點狀出血 但如果你覺得適合你的生活型態 也可以去評估一下 有一種叫做 mini-pill的避孕藥 它只有黃體素 沒有含雌激素 避孕效果 雖然沒有傳統避孕藥好 但是如果 像有高血壓 或心臟病的婦女 或是你有產後幼 與哺乳中的女性 或許醫生就會跟你推薦 說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有一種叫 Sahili的避孕藥 完全不含荷爾蒙 它是靠子宮雌激素受體 讓雌激素沒有辦法作用 所以受精卵沒有辦法磨磨瘡 一週只要試一次 但只有在印度有 那事後避孕藥 在性行為12小時內使用效果最好 如果真的來不及 新一代的可以72小時之內用 但除非 除非真的很不小心 事後避孕藥的副作用比較大 所以完全不建議你代替 一般避孕藥的使用方式 那有荷爾蒙貼片 一週一片 連貼上個禮拜 在月經來的時候不用貼 因為荷爾蒙濃度需要比較高 筋皮吸收 血栓風型也比較大 就是你的胸部上面 沒有貓面積大的表面都可以貼 然後也可以去游泳運動 但如果你容易流汗的話 我懷疑它會蠻癢的 黃米素注射每三個月一次 避孕效果很好 但就是你知道 要記得去打針 還有 哀針很痛 再來這個東西最大的缺點 應該就是 不適合避孕之後 馬上就想要懷孕的人 然後 皮下植入型避孕器可以有效5年 像火柴這麼大 其實它超大的 植入手臂裡面 缺點就是你需要人家幫你植入還有移出 還有 誰會想要把一個這麼大的東西植入身體裡面 總之這一口氣講完 再來就是要講 虛家可以自己使用的避孕方式 保險套陰道還殺經濟 但你知道的 需要仰賴自己的程度越高 失敗率就越高 保險套大家都知道 如果使用方法正確 避孕率也只有82% 也有女性的避孕的保險套放在陰道裡面 避孕率只有79% 那我們家的Miles就是那個 很勇敢突破寵圍的精子 總之大家都是大人了 我必須說一下 就算你有使用其他的避孕方式 我還是建議保險套可以避免感染性病 因為你要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 你要負責的挑選你的伴侶 因為你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 最好互相了解一下對方的性質 然後就算你們是一對一的關係 12歲的時候 美國小兒科醫生就會開始推薦 小孩子去打子宮頸 疫苗男生女生都會推薦 因為一個是傳播者 一個是會被感染的人 那其他的避孕工具還有包括 陰道環、矽膠環 女生每個月可以放進體內三週 休息一週之後再換一個新的 自己的安裝聽說不會痛 然後荷爾蒙的服藥量 聽說跟口服的差不多 算是方便 那另外還有 殺菁劑 那可能是雙體、膠體、薄膜狀或是泡沫狀 裡面有化學物質 可以阻擋精子去接觸到卵子 需要你在性行為的前15分鐘 放入硬道中 擋在子宮頸前面 用來殺死精子 妨礙精子游泳 大概有82%的避孕效果 所以有人也會和保險套一起使用 科技一直在進步 有人在研究打一針 就可以讓男性避孕十年的針 真是令人期待啊 所以就這樣淡淡地說了很多避孕方式 但如果你問我 你是不是漏了體外射精和酸安全期呢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想要懷孕 體外受精和酸安全期 都是有可能讓你懷孕的方式 所以這邊在聊避孕方式 我就不說了 附帶一題 男性手術的侵入性 遠比女性低 護緣也相對容易傷口小 但是綁疏精管 比綁疏卵管好多了 如果夫妻之間想要猜拳選的話 不難是你就自願吧 在做之前最好要先確認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不要再生小孩了 就算手術可以懷孕 沒事幹嘛多愛一刀呢 那對於有使用到荷爾蒙的避孕方式 風險會隨著女性年紀增加而變大 所以不同年齡層的女性 在你這個階段最好的選擇 可能會隨著年齡有不同 那懷孕本身和照顧沒有牙齒的後代 壓力非常的大 有計劃和有選擇的懷孕 能留給父母更多準備的空間 所以不管大家是想要選擇避孕或是懷孕 都希望你們可以成功順利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